今年第14号台风 灿树正朝台湾快速逼近 7号上午才在俄网比东南方生成 短短不到24小时就出现清晰的台风验 9月8号就有可能再升级为强烈台风 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 就有可能就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几率 CNN更提出警告灿树在清晰台湾之前 将可能进一步增强为5级的超强台风 日本更称灿树为非常强台 不过美国预测是持续偏西 在福建一带登陆 气象局则是在通过巴士海峡后 再转向偏北 日本气象厅则是北上贯穿全台 影响最剧烈 我们就是会少到台风 东南部首先是这个 哇连以南的话都是相当大的雨 但是当它进到台湾海峡的时候 那个风向就会转成南风 南部和中部的雨水 绝对不会小啊 参数台风路径仍有可能变化 最快在今天晚间就会增强 为强烈台风 稍晚就可能发布海警 周五六日三天最接近台湾 全台北中南东都要做好访台准备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通知柜 9月3日 昨天 中文祝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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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